在真空状态的零下203度可以通过冷原子试验发现新物质 可准备做实验的宇航员却不知道危险即将来临 随着地面指挥的命令 实验正式开始 却不料下一刻 地面指挥中心与空间站的联系顿时被切断 老黑试图抓住什么稳定住自己 可是飞船破裂的强大吸力却让他根本无法控制自己 而此刻正和女儿视频的安娜也瞬间失去对平板的控制 安娜再次醒来联盟呼喊地面 而一接通指控中心就联盟让安娜和幸存的宇航员到联盟一号逃生舱集合 可是等安娜感到却发现眼前通道正在燃烧 于是控制中心让他马上到一号实验舱暂闭 就在此时他遇到另一名同事伊莉正在灭火 安娜联盟拿起灭火器帮忙 伊莉和他会合后却告诉他似乎是什么东西撞上了空间站 眼见火势越来越大 顾不得那么多的他们靠着灭火器喷射侥幸逃生 而后他们立刻关闭二号逃生舱的舱门 接着他们立刻切断氧气阻断火势 可是等到火势扑灭之后他们这才发现 刚才做实验的老黑却已经无法动弹 无数血球在他附近不断地漂浮 而他的手臂却在刚才的爆炸中被舱门死死夹住 医疗官马上给他紧急止血 指控中心却告知他们必须马上撤离 因为数据显示国际空间站正面临严重缺氧和施压 并且电力供应减少95% 经过检查他们却发现一号逃生舱 已经在刚才的意外中被破坏 好在还有二号逃生舱 可是他却只有三个位置 也就是说他们即使修好飞船 也只有三个人能及时撤离空间站 而此刻指控中心的老白 却认为刚才的冷原子实验肯定有发现 助手立刻拿来数据告诉他 当才飞船爆炸期火 却是因为在实验的同时发生了严重碰撞导致的 而且好住下维修飞船 可是这时他才发现 供电系统的电线正在呲呲冒着火花 而供氧系统也一样损伤严重 他只能报告无法修复 就在此时老黑也停止了心跳 他们试图救援可却注定是徒劳 而指控中心却继续下达命令 让安娜前往横架结构处 被严重撞击的维生系统修复 他们必须修好飞船内的维生系统 不然此刻飞船内部很快会失去电力和氧气 却不料横架处的摄像头已经损坏 也就是说安娜的修复行动将没有任何支援 此刻日出来临 可安娜却感觉不到一丝暖意 他小心翼翼的一边汇报一边 靠近横架处的维生系统 可是映入他视线的东西 却让他也顿时猛逼 那个横架处的大洞到底是被什么东西撞击的 于是他小心翼翼的靠近 许久之后他终于挪动到位 可是他眼前的横架管线却全部断裂 眼看着也是无法修复了 接着他靠近了一次撞进来的物体所在的地方 他仔细的探头向里面看去 却发现那东西被里面的管线缠绕住 他小心翼翼的用手扒拉开棚布 而后扯开管线 却不料下一刻 那竟是一个早已干掉的宇航员尸体 而那个尸体一出来就急速的向着远处的升空挑去 与此同时同事前来协助 他一脸惊恐的告诉同事 那居然是一具女性宇航员的尸体 这一刻指控中心也猛了 随着老黑的死亡和不明尸体的出现 实验已经不可能继续 三名宇航员立刻坐上了二号逃生舱离开空间站 而安娜则需要在之后前往俄罗斯空间站 去寻找电池来修复一号逃生舱 之后他再独自返回地球 因为此刻空间站的维生系统就在一号逃生舱 而里面剩余的储备氧气只够一个人留下修复他 可那些储备氧气也只够一个人生存19个小时 也就是说安娜必须在19个小时内 去俄罗斯空间站取回电池并修复一号逃生舱 而在空间站每隔45分钟会迎来一次日出日落 在日出时空间站有足够的太阳能电力供应 可是等日落就没了 而现在安娜必须躲入破损的一号逃生舱 而安娜在进入逃生舱前还不忘记拿回女儿的项眼 随即她立刻向地面画出刚才的宇航员服装样式 很快即时结束 安娜再次迎来光明 随即她立刻再次返回有了电力供应的空间站 按照指引她很快来到俄罗斯空间站的电池存放处 她小心翼翼地打开电池盖 却发现里面线路的复杂程度 她顿时明白这东西可不是一会能完成的 与此同时老白还在不断地沟通 她试图恢复冷原子试验 可是此刻地面上指控中心的白姐看到了传来的宇航员尸体图像 瞬间想到了什么惊呆了 随即立刻安排让安娜传回上次冷原子试验的记录 安娜一听却顿时猛逼 此刻刚刚取下电池的她哪里有那么多时间 可是对方却拿大家都懂的那个大意说是 安娜也只能妥协 而指控中心也马上给了科密堂 他们已经安排安娜的家人来到指控中心 却不料就在此刻通讯忽然中断 而飞船上的安娜试图恢复 却发现这却是徒劳 猛逼的安娜一脸猛地不断呼叫指控中心 可是地面却也已经乱成一团 此刻维生系统的时间还有15小时 好在安娜成功将电池带回逃生舱 可就在安装电池时 她却似乎听到空间站传来一阵声音 起初她以为是幻觉 可是当她再次低头时却再次听到声音 可是空间站明明只有自己一个人好吧 于是安娜立刻戴上氧气面罩前往查看 而此时声音还在不断响起 安娜循着声音过去 就在飞船的冷原子实验仓处 安娜顿时被眼前看到的一切惊呆了 她竟然来到了一处走廊通道 可是自己不是应该在飞船上吗 她踩着感觉极不真实的地面前进 而后她看着数据试着摘下氧气面罩 却神奇地发现这里居然有氧气 接着她发现声音是从一处前方的门里面传来 安娜小心翼翼地靠近那扇门 可是就在这时她却发现了门把上的一处手链 安娜意识到什么马上回头 却发现眼前的便利供应恢复了 下一刻她紧张地大口喘气 却忽然听到了一声妈妈的声音 等她再次回过神来连忙抓起氧气面罩 可是她一看时间 竟然一瞬间就已经过去了四个小时 此刻她居然只剩六个小时逃生 可是自己刚才没有记忆的四个小时时间去哪里了 prés пап一个宣伤的大小时 这一条rollular的时候 лена опять言后 diet着我却发现眼前的氧气面罩 DOT 没描冒 它是对人的手链 没 咳 Baptist